很多留学生毕业之后想留在美国,不想靠结婚,一般就只能走职业移民这条路线,找到一份工作,然后让雇主帮着申请绿卡,大概三到五年之后一切顺利可以拿到绿卡。 大家好,我是顾颖琼博士,2024年这个财年,美国涌入了近千万非法移民,美国移民局已经严重过载,导致的结局就是美国职业移民排期缓慢。 但在2025年的绿卡排期出来之后,职业类移民排期居然出现了大幅度倒退,排名最长的两位就是印度和中国移民,其中印度移民平均需要12年等待时间,而中国普遍在5到6年左右。 美国的绿卡制度和很多国家都不一样,包括中国在内,大部分国家都是靠住满多少年就可以留下,唯独美国不是这样。 我觉得很多优秀的中国留学生不一定要着急留在美国,可以先回国创业,将来发财了可以再来,美国的大门始终对优秀的人打开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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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